今年三月的二十一天为国禁食祷告运动 圣灵感动台湾众教会一起写下了历史的创举 当时有九十位来自国内外的牧者和代祷者 在二十一天中聚集敬拜祷告领圣餐 寻求上帝的心意 二十一天后圣灵带领众人要恢复起初的爱 禁食祷告寻求神 并且兴起建造拿西尔世代 今年适逢福音来台四百年 同时也是台南建成四百年 因此台南众教会在九月下旬 发起五日禁食祷告行动 特别是第三天 拿西尔世代的信息有很多的领受 神预备要拯救台湾的计划 是透过一群全心火热爱耶稣的年轻世代 神正在兴起拿西尔人 这是对我们来说最棒的一个消息 是最有盼望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神将要把一个国家 翻转过来转向神 哪些人是人所不能做的 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难的 我必须要告诉你很多时刻里面是有挣扎的 你需要开始有属灵的分辨力 可以分辨什么是属世 什么是属神的 以至于在这个分辨力里面你可以得胜 当你愿意站立回应呼召的时候 你会有能力 你应许台湾要有一个复兴 你应许这个复兴要伸出一个宣教的运动 所以主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应许 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求是台湾的青年复兴 是台湾的青年被兴起起来去宣教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哭求 兴起一个青年的运动 从南到北 东到西 不论是都市还是乡下部落 主我们向你求 兴起一个青年的资源运动 在青年的心中来眺望 来眺望 使这个动力不断的发出 弟兄姐妹开口来祷告 美国代表者真理有牧师分享 青年宣教资源运动浪潮的推进 1806年的属灵大复兴运动下 萨姆尔·莫尔斯召聚了同学聚会 当时因为暴风雨 迫使他们必须挪到躲雨的草堆之下 因而被称为干草堆祷告会 而在那当中有很多年轻人回应宣教 在80年后 有一位年轻人被当年这场 干草堆祷告会激励 在1886年开始发起 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直到1930年 仍然有一群大学生 自发性地延续宣教的意向 在一百年前 他们说我愿意主啊 我要为你去 我甚至勇敢地相信 在我的这个时代 我会看到我们的福音 主你的福音 传遍世界地极 I believe he's breathing that into the heart of Taiwan 那些人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他们大胆 公开承认 他们拒绝污秽 在圣洁的生活里面 来呈现他们自己 同时间 他们愿意牺牲付出代价 那我觉得这个是现代年轻人 需要回应神的 就是他们能够看见主的价值 然后牺牲 为着主而活 那我们听说 有神有给一个台湾 有个宣教的命定 宣教就是要牺牲 宣教就是要全力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很兴奋 当拿西尔人兴起的时候 我想台湾的复兴 快要看见了 我想拿西尔人兴起的时候 就是青年要出去 宣教为主而活的时候了 愿主祝福这个运动 愿主继续兴起 属于他的拿西尔人 近时祷告聚会虽然结束 但是新奇拿西尔世代的呼召 仍然不断地持续 相信台湾教会青年 也被点燃宣教的热火 来回应大使命